本地六个多月前出现第一起冠病病例 那么至今的抗疫工作还是在进行当中的 为了加强我国的冠病检测能力 保健促进给予联手职总 以及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E2I 在短短两个多月就培训了 大约2500名试子测试员还有助手 介于20岁到40岁的他们 大多都不是专业的医疗人员 却勇敢地站在抗疫最前线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加入这个抗疫阵营呢 他们工作的时候又面对了哪些挑战 让我们随两名试子测试员 走入客工宿舍和区域检测中心 分享他们工作的苦语乐 我爸爸在今年3月的时候 感染的2019冠状病毒 对他这把年纪来说是非常的辛苦 很幸运的是已经好了 我自己是认为说如果有一个机会 我想要帮忙打击这个病毒 5月初申请了试子检测的工作 32岁的军凯在接受培训并通过评估后 被派到处于较高风险的客工宿舍值班 被派到宿舍了 如果是说犹豫没有 开心反而会有 我的想法是这一些外国客工 他们帮助建设了我们新加坡 很多在新加坡做工已经 10年20年甚至有30年的 我需要用这个机会 以新加坡人的身份 能够让他们感受说 我们是对他们是有关心 有的未回归社会 有的一开始则是为了生计 在滨海湾浮动舞台 区域检测中心当试子测试员 40多岁的文林 原本在一家餐饮公司担任营业经理 但因为公司重组而地上辞成 一直在找工作 但是就找不到 五月中我才因为看到 E2i的广告 邀请Suffer 所以我就尝试一下 全副武装 试子测试员一早八点半开工 为了保护自己和前来进行检测的人 防护工作不能马虎 我们那个station要先消毒 然后客人坐的椅子也是要消毒 坐上来了之后 我会问他几个问题 就是说鼻子 脸部 头部 有没有动过手术 有没有骨折 问了如果是没有 我才可以开始坐 他走了之后 我才是要重新地去 消毒他做过的遗址 分为半天和全天制 试子测试员每个星期工作多达六天 一天接触上百人 偶尔也会碰到状况 有些顾客他们会特别的怕 害怕 曾经有试过一次 有一个男的顾客 当我在Suffer的时候 他太紧张 他要抓我的手 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 你不可以这样子 很危险 我叫他自己按着自己的手 然后慢慢地跟他刷 会有一些人 尤其是有一个 他完全是不想让我做的 然后我们就要真的去 好好地安抚他 所以基本上 如果一位顾客 对我来说是花五分钟 那一位顾客 应该是花了大约十五分钟 尽管如何 工作人带来不少感动 语言上是会有一些障碍 有些比较很像 他们会很诚恳地 跟我讲一声谢谢 这个已经是够了 做完真的 那个满足感是很好的 真的很好 有些顾客他会一坐下来 就是说 跟我说辛苦了 然后我说你们也辛苦 然后他说没有你们辛苦 他说看到你的汗 已经流到满年 为客人的一些鼓励的话 让我感觉到我这份工作 好像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就改变了我的想法 就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 如果说有些工作会改变人生观 那么柿子测试员 应该是其中之一 这shopping的工作完了之后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想转行去 进去的医疗前线那边 就是可以帮助别人 我觉得很有意义 现在看到他们 开始有些已经恢复 正常的生活 我发自内心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可能接下来 甚至维护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我都可以去做 另外从下个星期五开始 将播出新系列 步步为营 让大家了解 就是风险比较高的工作 比如说烧汗湿 轨道维修师等等 有句话说 为累过方得闲 为苦过方知田 他们热爱冒险 选择了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这样才能活出自我 活得精彩 步步为营 为你介绍挑战自我的另类工作 每逢星期五 师承有约 今天的师承有约就不到这 欢迎您浏览八世界 资讯娱乐网 以及师承时事面部网页 来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